诗人皆知他是词人 言诚豪放一派 与苏氏并称苏心 他的词雄魂壮阔慷慨极昂 传奏着争争杀伐之声 俯瞰着累累战鼓消残 但他与苏氏又是截然不同的 他词中的庄庄渐渐 都是由他亲身经历和感受过 因为他还拥有着另一种身份 那就是军人 心气急的一生都沉浸在一个 名为抗金复国的梦中 为此他聚重起义 与万军之中复取敌人首领 越过重重防线 投入南宋政权 壮碎荆旗雍万夫 锦掺突齐渡江出 燕兵叶绰银胡鹿 汉剑朝飞金蒲姑 原以为这一场义无反顾的难归 将使他熏夜云霄的开端 不想却成为了他沉浴失忆的初始 新气急 源自坦夫 后改自幼安 别号驾轩 静康之难发生后 北宋灭亡 宋徽宗第九子赵构 由于不在京都而幸免于难 南下应天府建立南宋 山东因此落入金人的管辖 新气急的祖父 新赞在北宋属于低品贤官 国难当头 没有人在意这一届小官的生死去留 一时之间新赞成了无根之平 从意愿上来说 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赵宋政权 追随新军 但考虑到家乡济南的亲族 携家南迁 绝非一事 为支撑家里的吃穿用度 他被迫选择了出世金国 诸如新赞等在敌国出世当官的汉人 在当时极受正统汉人鄙视 被称作鲁官 换言之就是汉奸 而那些北方沦陷区的难归者 也被按了归正人的彼称 新赞是这些官员中身在曹营 新赞汉的典型代表 他无一日不想回归故国 恢复中原 而新气急的出生 无疑成为了他夙愿的寄托所在 幼时的新气急 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 树立了深刻的汉人观念 在金人的统治下 战败国的汉人 必然遭受着不平等的待遇 他无数次亲眼目睹 汉人遭受的屈辱和压迫 情感上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这种民族观念 由此眷刻入骨 新气急自小习武 后来又投入刘瞻门下 研习国学经法 他成其优异财思学敏 和后来成为金朝文坛领袖的同僚 党怀英并称新党 他曾经暗查金兵形势 揣摩山水地势 15岁与18岁的他 还在祖父的指导下 参加过金国的进士考试 十位抗金曝国 暗谋掏掠 在殷京 他遇到了人生中的 另一个贵人 蔡松年 这位消贤老人的点化 对新气急的诗词造诣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同时也使得他对金国政治 有了初步的了解 岳飞身死后 宋金之间保持了 20年的相对稳定 公元1161年 金主完颜亮开始大举难亲 部队所过之处 一路烧杀抢掠 沿途百姓 不堪其扰 原本一路顺风顺水的金军 在遭到前线失利 和辽阳兵变的重挫后 自顾不暇 此时 被金人奴役多年的契丹人 和饱受压迫的汉人 趁机劫干而起 农民起爆发 在众多武装中 济南农民 耿京的天平军 无疑是其中 声势极为浩大的一支 21岁的新气急 终于盼来了复兴中原 抗击金军的时机 他鼓动族众和附近 久遭压迫的农民 组成了一支 2000人的小型武装 他深知 单打独斗 难有作为 于是率领这些人 投奔了天平军 自此 新气急终于脱离了 金国政权 投入自己 毕生奉行的视野中 农民出身的耿京 根深蒂固地认为 新气急是一届 白面书生 于是封了他一个 长书记的文职 这并不是说 耿京看不起新气急 相反 军队中战情的文书 信件等通于机密 由此可见 耿京对这个才华行业的青年 很是信任 当时 新气急与一个 率领千人部队的僧人 异端志趣相投 并成功将其 说服投靠耿京 未料到异端却中途反水 偷了印信 打算投奔金军 与异端交好的新气急 自然成为了被怀疑的对象 面对死亡的威胁 他淡定自若 自请将异端捉拿 最终一路飞驰 斩杀了异端 异端事件令耿京 改变了对新气急 书生的基地印象 同样的 新气急在武学上 也颇有造诣 因此 对他日益信任和器重 新气急认为 天平军孤掌难鸣 唯有得到南宋朝廷的认可 才能获得更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他提出投奔南宋 借势恢复中原的建议 耿京于是派遣他联络 送廷 决定投入南宋政权 然而就在新气急 完成使命的返回途中 却得知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 义军溃散的恶号 顿时奴骚了一批 义军的溃散 不但意味着抗击力量的削弱 也意味着他此前 向宋廷的承诺将难以复命 当年那个精心养育 栽培他的祖父早已去世 但留下的那些登高望远 只画山河的画面 却在他脑海中 俊寻难去 十几年的韬光养晦 难道真的要断送在 以解萧小的手中吗 面对坐拥五万人马 盘踞冀州的张安国 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去冀州擒拿叛将 为此 辛吉吉挑选了五十名死士 带着他们大大方方 来到冀州驻军迎战 以求见的名义 顺利入内 张安国当然知道 此前辛吉吉前往南宋的意图 但如今耿京身死 抗金起义军早已不复存在 辛吉吉唯一的出路 就是投奔金国势力 张安国做梦也不会想到 辛吉吉敢率领五十人 深入千军万马 目的就是为了擒拿自己 因此 他毫无防备地接见了辛吉吉 这正是辛吉吉 期望看到的结果 趁着与张安国近身的机会 辛吉吉一行 迅速擒服了他 面对这样的突变 迎战的兵重顿时手足无措 激州的士兵 大多为耿京的部下 此时见主帅背擒 又见辛吉吉扬言 宋军将至 劝忠义之时散去 在他的鼓动下 滑边的士兵混乱不堪 最终辛吉吉以示威的五十人 从五万大军中 秦获叛将 张安国并全身而退 这一惊人的举措 或许也只有匈奴营帐中的 获取病 才能感同身受吧 离开营帐后 辛吉吉 马不停蹄地带着众人 驰往宋帝 看着越来越近的故土 他热血澎湃 归心四见 他沉浸在 抗金报国的 未来愿景中 辛吉吉 这一惊人的壮举在南宋文人士族中 广为流传 甚至连宋高宗都大为震撼 但由于他归正人的特殊身份 和二十三岁的浅薄资历 所受仅是个从八品的贤职 同年 宋廷发生了一场大事 宋高宗被动荡不安的时局 折腾得焦头烂额 主动善位于养子赵慎 赵慎锐意收复中原 但当时主战派的势力在朝中 日益凋落 唯有张俊 威望最高 为积极备战 他一面重用张俊 一面开始为贬低和罢免的 主战派大臣 平反复官 这位新军太需要一次北伐的胜利 来证明能力 弘扬国威 同赵慎一样急于求成的 恰是赵俊 于是二人一拍击合 仓促发动了龙兴北伐 这场战事以惨败告终 赵慎被迫向金国求和 人微言轻的辛吉吉 正是在这样的证据之下 被树之高格 辛吉吉 虽是主战派 但他并不赞同 立即发动北伐战争 对外 他强调在两怀流域部署边防 以抵御金军 队内则需要强化军队训练 提高国家军队实力 为此 他先后向孝宗上 论祖江危险 须借两怀书 和 一练民兵守怀书 可想而知 辛吉吉的战略部署 完全没有引起战前急于北伐的 宋孝宗的重视 同样也受到了张俊的轻蔓 弗离溃败 对南宋政治影响很大 主战派悉数被贬 义和派成为了主流 甚至出现了抗战必亡的消极言论 在这样的情势下 辛吉吉仍然坚持着抗金的主张 不同于 以往主战派的空泛而谈 他契合实际 集合他在燕京 了解到的敌情风貌 整理出了美秦时论 上策于宋孝宗 他从金国的弱点切入 指出其外强中干的本质 这一论点符合当时悲观的主调 用以树立抗金的信心 随后他又分别从国防 屯田 官员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建议 用以提升南宋内部势力 最后他指出 国家应该统一 并持续抗金的立场 并给出了北伐的战略方针 美秦时论虽然是一则奏书 却闪烁着军事思想的光芒 因此被后人列入军事著作范畴 但这一篇精彩绝伦的收复计划 和之后献给于允文的九亿一样 在龙兴和义刚刚签署的背景下 被长久封存 但此时的辛吉吉依然雄心勃勃 他相信这种冷落只是暂时的 既然难以从高层下手 那就从自己身上下手 辛吉吉深知自己人言低微 提出的方案难以引起重视 因此他效仿先人 以辞拜业豪门 以期对方举荐自己 辛吉吉做健康通判时 祝健康的江南东路 季度转运副使赵介烟是皇室宗亲 于是为他祝寿献词 水调割头 寿赵曹介烟 其中不乏一美之词 讨巧之意 一目了然 辛辞大多 雄魂壮阔 这一首可以称之为另类 他低眉顺目 讨人所好 以期得到朝廷重用 实现自己的报复 六年后 他在为上司叶衡写的 菩萨蛮 金灵赏心亭 为叶丞相腹中的语调 以大为不同 其中的夸耀赞美 都化成了含蓄 豁达的笔触 一方面是诗词造语的精进 一方面也昭示着 他心境的搓谋 经历了十年的吸引 辛吉吉终于在公园 1172年 被于允文外派除州 开始了他整顿治安的 地方生涯 将坏一带是 宋金队里的先言 位于淮东路的除州 多次被金兵攻陷 人口外流 成员破败不堪 亟待整治 辛吉吉一直对 两坏一带的边防极为重视 此时能在除州任职 也算是初步实践了 美亲十论中的战略构想 不到两年 除州就在他的管理下 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残破不堪的城镇 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商骨云集 稻米满仓 这是他一生中 少有的快乐时光 除州毗邻金国 人口的回流史的辛吉吉 了解到了更多敌国情报 通过观察和分析 这些情报 他的脑中逐渐形成了 更为完善和具体的战略方案 他在《论王鲁书》中提到 丑鲁60年必亡 鲁王则中国之优方大 当所有人 把目光聚焦在金国之时 辛吉吉已经将思绪 延伸到金国北方正在崛起的蒙古国 他指出 金国灭亡后 中原将面临更大的威胁 从历史结果来看 辛吉吉当时的发言 可以称得上预言 他亲人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敏锐度 由此凸显无疑 但他的这份情报分析 依旧没有引起宋庭的重视 唯有除除的治理政绩 是有目共睹的 辛吉吉也因此得到捉拔 辛吉吉对抗金一世的战略部署 虽然没有得到宋孝宗的重视 但显然 这位帝王对他的内政治理能力 是予肯定的 在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 辛吉吉在宋孝宗的指派下 先后担任了江西 湖北 湖南等地地方官员 他在政务上的建树 主要其中在镇压国内起军 整顿治安上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逐渐埋下了祸端 经历了走马关花一般的频繁调动 辛吉吉的心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原来的躊躇满志 逐渐开始疲惫 甚至萌生出隐居的想法 他明白自己性格倦戒 敢于直言 很可能会得罪朝中权贵 外迁的结果已然是既定是实 但当辛吉吉出任湖南安福时 窥见了隐藏在民生背后的贪污腐败后 先前的疲惫一早而空 他开始着手整治这些贪官污吏 当时的地方豪生都有自己的武装 为了瓦解他们的武装 辛吉吉采取缩小规模收缴兵器的方式 用以削弱他们的实力 又制定了相关律法 明确这一批武装的隶属关系 加强政府的管辖 辛吉吉在湖南最大的动作是创建飞虎军 朝廷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央禁军建设上 长期忽视了对地方军队的管理 久而久之 这一批军队逐渐丧失了战斗力 异军出师的辛吉吉 很快认识到了地方武装能力的雷弱 为此他招募青壮年入伍 更新装备 加强操练 组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值得一提的是 这支飞虎军后来 由地方武力逐渐转变为国家武力 成为长江沿信的一支重要防御力量 其实力一度凌驾于 原中央武装被金人称为虎儿军 辛吉吉在辗转各地当制中政绩斐然 但同时以罪遭人非议 当时朝中为监督制衡官员设立了剑官 严官 他们直接向皇帝负责不受宰相以下领导 王立因为耿直感言 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 充任严官 由于辛吉吉做事大刀阔斧 国短刚毅 刑事风格与其他官员大为迥然 自然引起了王立的关注 也成为了王立新官上任三八伙中的其中之一 王立弹劾辛吉吉的主要罪状是 奸贪凶暴 率湖南日虐亥田里 监视着仕途中的投机取巧和不择手段 辛吉吉在频繁调动中结交过赵严锐 叶衡等人 他们立场相近 秩序相投 在举荐的意愿上 源于对双方立场和才能的肯定 辛吉吉还曾在王左平定陈同叛论后 为他做满江红 贺王率宣子平湖南寇 之后又替代王左之务 出任湖南安抚史 辛吉吉在与这些同僚就有的交往中 不乏书信诗词来往 这也成为了王立弹劾结党营私的佐证 贪这一指证离不开辛吉吉 在地方上任职的开销 他在筹建飞虎军的过程中 确实花费巨大 无论是招兵买马 锻造武器 还是建立营战 都是一笔笔不小的开支 抛开飞虎军外 辛吉吉在整治地方的过程中 修建水利成员 建立学校等也从未敷衍了事 这也成为了罪名的口实 至于后来他退隐后建造豪华别墅以说 基于宋朝官员工资的高昂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辛吉吉的贪污 凶暴则是源于辛吉吉在处理政治上的风格 作为一个起义军营出世的人 辛吉吉与普通文人大相径庭 他做事手段强硬 雷厉风行 在右翔赖文正后果断诛杀他的行为 和后来整顿贪官污吏的形式中 不难看出他最大恶势力 毫不留情 杀法果决 这样的人一旦拥有更高的权势 也就意味着会损害朝中诸多势力的利益 因此辛吉吉在官场上可以说是数敌无数 虐害田里大抵是指 变酒夜为官营 强行向民众 筹集砖瓦等 王林的一家之言或许不足为惧 但当这些对立言论被广翻任同时 辛吉吉将不可避免被这股浪潮推向边缘 于是他被罢官了 在此后二十年前 他几乎成为了一个闲聚的隐士 扮演着农人的角色 嘉泰三年 主张北伐的韩托昼启用主战派人士 六十四岁的辛吉吉被认为 知绍兴府兼浙东安夫使 年迈的辛吉吉精神为之一阵 难道老来的自己终于能够参与到抗金战事中了吗 辛吉吉对待北伐的态度 鼓舞和帮助了韩托昼 促使皇帝下定决心 促成后来被称为开启北伐的战争 但在这场战事中 辛吉吉被边缘化了 任务主要是规划筹备北伐 为此辛吉吉招募丁勇收集情报 拟定了一份诏书 这份诏书和四十年前的美亲十论一样 被牢牢的尘封在了乡底 这场北伐战争的失利 也宣告了辛吉吉人生 最后见功烈的机会破灭 开启北伐 是辛吉吉一生 唯一最接近战场的机会 或许正是如此 年迈的他只看到金国的衰亡 严重低估了南宋内部存在的问题 成为了死后也难以掩灭的遗憾 在辛吉吉一生中 他当过农人一当就是二十年 他当过政官频繁调动 整顿治安 他当过辞人 生时寄托情怀 联系亲友 死后传畅千载 但如果能让他选择 他或许只想当一个军人 辛吉吉一生的夙愿是 叠雪战场 收服中原 但他却在归宋后 直到人生的终结 都没能站在前线的土地上 最离挑灯看见 梦回吹脚连营 或许这正是一个 无法企及的梦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